Hello,大家好,我叫林儿,是一个80后的残疾宝妈 很多人有好奇问我怎么去接送孩子 也有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我自己都不能自理 然后怎么每天去接送孩子上学 今天我特意自己拍了一个视频 让大家看看我每天是怎么出门的 为了接送孩子上学比较方便 因为学校比较拥挤 所以我换了一个这个比较小的这个小店三轮车 每天就用这个来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 因为这个小车特别的小 没有地方放双拐 我只好把它后面还好有一个小框 我把双拐放在小框里 拿一个绳子固定住 然后这样再带两个孩子每天的上下学 愿我们以后的余生都有能力挨自己 有余力爱别人 划过视频的有缘人 记得留个关注哦 大家好 铃儿来了 好久不见 因为最近感冒了 所以一直没有拍视频 天越来越冷了 所以我的腿就会越来越没有力气 现在上个台阶真是很费劲 但是人生这条路 没有人能替你去走 只有自己努力向前 该经历的没人会代替 该来的没有人能替你去挡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一路的风景 一路的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